奇形也,偏若惊鸿,宛若犹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稀若青云之碧月,飘摇稀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角若太阳声昭霞,破而查之,卓若扶渠出鲁波。 这是未尽流传最广的赞颂女子容貌的一段话,其作者是枭雄曹操之子曹植,而被称颂的女子之原形,则是曹植的嫂嫂真蜜。 有趣的是,真蜜虽凭借美貌,引得曹植顶着冒犯兄长的危险撰文称赞,亦得到魏文帝曹丕的宠爱,还为曹丕生下一子一女,却没能斗过曹丕的另一位后妃,郭女王。 这里是单看世界,带你领略全球风云,探寻历史智慧。 汉灵帝中平四年,曹操与乔县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命中注定的曹家长中宝,即是后来曹操完成带汉自立之宿愿的魏文帝曹丕,而后来左右曹丕之后宫的郭女王和真蜜,则一个以四岁,一个以六岁。 郭女王,自女王,是东汉南郡太守郭勇的二女儿,因为觉得自己这个女儿天资聪慧,是女中之王,所以郭勇给女儿娶了女王这个字,出平二年,年仅五岁的曹丕在曹操的敦促下开始学习骑涉。 而郭女王,则命途多舛的,先后失去父母,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建安是八年,已经二十七岁,并纳有好几位妾室的曹丕,纳了已经三十岁的郭女王,郭女王此前是否已经婚配,由于史料的有限,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鉴于曹丕向来只看重女子的容貌,而不在乎她们的出身和才情,郭女王能被曹丕接纳,大抵也是因为,她即便已经三十却依旧堪称家人,真蜜,相传名为蜜, 史称真夫人,她和郭女王类似,早早地在混乱之中失去了父亲,兴平元年,十四岁的她,因为容貌过人,而被鄙视正得势的袁绍之子袁熙迎娶,于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暂时告别,但好景不长,从袁绍于建安七年死后,袁氏在与曹操的斗争中连连败退,至建安九年秋,真蜜居住的夜城,终也为曹操攻破,真蜜的命运,即又一次发生变化,在攻破夜城时,曹丕奉命前, 往云市居所,因而成了第一个见到真蜜之容颜的曹魏核心,她惊讶于真蜜的美貌,对这位比自己大好几岁,还以为人妻的美人心动,故中将其迎为妻子,后来得知此事的曹操死对头孔荣,还曾专门写信给曹操,嘲笑曹丕贪图美色,而迎娶真蜜。 在成为曹丕的正妻后,真蜜为曹丕诞下一子一女,也就是后来继承曹丕之地位的曹瑞,以及曹丕唯一的掌上明珠东湘公主,身为正妻,真蜜还有着宽广的心胸,对曹丕的其他妾室十分宽容,甚至鼓励他们力争上界, 然而可惜的是,真蜜的正妻之位随着郭女王的到来而逐渐动摇,两个因容貌而尊的女人,就这么在曹丕的枕边上演了一出大戏,建安二十五年,曹丕逼迫汉县地善让,视为魏文帝改缘颜康,后又改缘黄初,彼时真蜜仍旧是曹丕的正妻。 按理是,最有可能成为皇后之人,但未至后妃传却记载,在曹丕称帝后,山羊恭奉二女以贫于位,郭后,礼,因贵人并爱兴,后遇诗意,有怨言,这段记载里的两位后,一位正指郭女王,一位则是指真蜜,其实直到黄初三年重阳节,曹丕都未曾立后,在原本以大度而称颂的真蜜心声怨言时,郭女王在仲妾室中,虽无人能及, 却一直都被真蜜压着一头,只能拥有仅次于真蜜的位置,但也正是这段记载道出了真蜜与郭女王的斗争,因为几年来一直被真蜜压着,女中豪杰郭女王在心中已积攒了太多不满,凭借不输于真蜜的容貌和与真蜜全然不同的外向性格,郭女王本就深得曹丕宠爱,荒出元年,山羊恭又给曹丕敬献了两位讨她欢心的美人,郭女王便抓住机会,逼得真蜜对花心的丈夫,曹丕, 曹丕心生怨言,相比专心讨曹丕欢心的郭女王,作为正妻的真蜜常常要为家事操心,因而在曹丕成帝前,夫妻二人的感情本就被生活而渐渐消磨,现在野心勃勃的郭女王还有一挑起二人的矛盾。 真蜜的尸宠也就逐渐变得无法扭转,皇初二年下,还未受到册封的真蜜去世,对此,汉锦春秋宰出真后之珠,由郭后之宠,传闻真蜜的死是由于曹丕派出了使者,以命真蜜自杀,而窜夺曹丕首任发妻的正是郭女王,真蜜的死到底有多少是郭女王的手笔,至今还无人能得出证据充足的定论。 但在真蜜死后,曹丕立牌众议而立郭女王为后也是事实,且十分讽刺的是,真蜜所生的曹瑞也认了郭女王为养母,皇初七年曹瑞即位,也是郭女王首先被尊为皇太后。 真蜜被追封为文昭皇后,在魏明帝即位的头几年,虽然郭女王并不乐意,但曹瑞依旧出于对母亲的思念而给了真蜜的家人许多封赏,真蜜的侄子女后来还成为了曹魏第三位帝王曹芳的皇后。 而反观郭女王,他虽然在与真蜜的斗争中赢得了后卫,也为自己的家人争取到了种种因弊,却给自己落下了憎害真蜜的口实,尤其是在真蜜因为曹植的落神父,而美名传了一代又一代时,郭女王作为真蜜的对手就经常被拿来衬托真蜜,赢得了曹丕一时的心。 却输了千古美名,也不知郭女王有没有为此垂胸顿足,魏文帝曹丕及其父亲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父子皇帝之一,二人在掌握北方政权期间,不但因治理国家卓有成效而声名显赫,也因文采飞扬而赋予声望,两个人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共同之处,那就是颜色丰富的名字。 有很多原因导致曹操有了有色名字,而曹丕的有色名字完全是来源于他曾经娶袁绍儿子袁熙的妻子珍姬,到204年,原来的袁绍都城夜城被曹操攻破,曹丕第一时间进了袁氏府邸,发现袁绍妻子刘氏披头散发,跪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人侍奉,曹丕问刘氏是谁,刘氏说是袁熙的妻子,及珍姬,曹丕让珍姬抬起头,擦了擦自己的脸,跪下的刘氏知道,曹丕肯定会看上珍姬。 所以当时便感慨不用杀也行,尽管史书有记载珍姬的美貌早已流传开来,但根据《三国志》后非传的记载,曹丕本人并不知道珍姬的贤德与美貌,否则也不会去问刘氏这是谁,其本意就是想到袁绍家中找点值钱的东西,当然也包括美女,而且战争结束后,曹丕第一时间兴冲冲地跑了过去,没有去安慰将士,没有去安抚百姓,这足以证明曹丕是个好色之人。 然而,这位好色之人在得到珍姬后,突然变得专一,在《魏略》中说,珍是嫁给曹丕后,独得宠爱,善事多年,而且珍姬的肚子也很好斗,先后给曹丕留下了一个儿孙,即魏冥帝曹锐和东湘公主,珍姬的魅力也很惊人,相传曹操也曾想过要得到他, 而财华横溢的曹直还专门为洛神父,写了一首歌颂自己的小姑子,导致曹丕差点杀了曹直,并最终将他贬到遥远的地方,珍姬财华横溢。 颇有德行,还被曹氏所认可,曹冲死后,曹操便让珍是家的女婿给曹冲配明婚,珍姬自公元204年起,一直受曹丕宠爱,公元220年曹丕即位,见长丘公还专门请珍姬来做皇后,而且曹丕请了三次,都被珍姬拒绝,可见曹丕对珍姬的宠爱之情,前前十七年间无遗情别恋,历后时还请三次。 相比较之下,历史上其他皇妃恐怕早已经趋之若鹜了,可是一年后,情况紧急,曹丕竟然将珍姬赐死,此事成了历史上的悬案,魏明帝继位后,认为是珍姬被郭皇后逼死。 所以,也将郭皇后逼死,三国志,陈寿说,因为魏文帝宠幸别的女子,珍姬对此口落悬河,因而被曹丕杀死,在魏晋春秋和资质通鉴中,珍姬都是因为郭皇后在魏文帝面前挑衅而被曹丕杀的,这个故事成了魏国皇室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陈宗之在给三国志做注解时认为,珍姬之前可能有德行,是陈寿故意捏造出来的,而自己是个好妒忌的人,因此被刺死,不管是郭后进宫说要杀珍姬,还是把珍姬刺死,里面都有巨大的漏洞,先是珍姬去世前一年,曹丕还立他位后。 而且还是通过了大臣的共同推举,但仅仅一年就失宠了,似乎缺少了过度,而且珍姬死后,曹丕还哀悼,追赠皇后喜,要是这两个死的原因都成立,曹丕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珍姬死前做过的最不寻常的是莫过于三言皇后,这一年曹丕刚刚篡位称帝,由于是篡位继位,曹丕内心十分敏感,他提拔了所有支持自己称帝的人,反对的人都排挤了他,仅因反对带领外出涉猎, 带领就被判处死刑,而且珍姬三言两语,很容易让曹丕联想到,毕竟对于一个女人,母依天下几乎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多少宫斗戏你死我活,为了不做皇后,可是珍姬却竟然拒绝了,见二十年的夫妻一直专宠珍姬,情真意切,曹丕此时此刻唯一不能容忍的可能是,有人对自己的皇权发起挑战,并且当年战战兢兢的曹丕为了篡权, 专门到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的庙宇祭拜,珍姬原来是元熙的妻子,曹丕入宫后,她很快从曹丕身边离开,对元氏没有任何留恋,曹丕很可能认为珍姬这个时候不会想要篡位,所以拒绝接受被册封为皇后的请求。 假如将来自己因篡位而失天下,那么珍姬是否也会像当年那样,毫不顾及曹卫的灭亡,独自一人,如此一来,刺刺真非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晚城之战的时候,曹丕和张秀的婶子发生了关系,导致张秀叛变,杀了哥哥曹昂,那个时候曹丕才十一岁,侥幸逃脱,按理说经历了这种事情后,曹丕应该引以为戒才对,但是曹丕反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据史书记载,曹丕十七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五官中狼将和曹丕一起攻破袁绍大本营叶城,但是曹丕却在第一时间闯入袁绍府内,将真密给掳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